亲爱的2012毕业生 别再抱怨你的助学贷款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最爱抱怨了 不再累累的他们 正如火如荼地把毕业典礼 搞成反助学贷款的抗议大会 有人强迫他们去借超高利贷款 支付超高额学费 进修超级没用的文科吗 美国的学生一贷款超过一兆美金 但为什么这国家的劳工 却不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呢 其实大学学士还是迈向经济稳定的秘诀之一 但你要选对科系 很多高薪的工作根本不需要学士学位 不过通常这些工作都不被看好 有些我们所认识的百万 甚至亿万富翁 其实大学根本都没毕业 有的连高中都没念完 所以亲爱的2012毕业生 就别再抱怨了吧 如果你缺乏能赚钱的技能 现在去学还不算太迟 你觉得 助学贷款累累的学生该抱怨吗 留言跟我们说吧 好啦 影片看完啦 怎样 你有话说 好啦好啦 有话要说 写在下面好不好 快写吧 别害羞 oin那ilan吧 不过 啦 游戏